Hello 你們好 又是 你 我 他 他去了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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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說潘冠林她說病了 她說暈了 應該她也是 開心到暈 這些天氣很容易病 真的會中流感 又冷又熱又濕 你有沒有聽過媽媽說 沒吃過五月腫 寒衣都不會入籠 所以我還穿長袖衣服 我不敢穿短袖衣服 你們呢? 你們是不是這樣? 記住了 不要那麼快換衣服 我們來看看朋友們 進來沒有 我們在這裡看看 我們今天已經預告了 我們今晚9點9 就會開Live 跟大家聊聊天 希望各位朋友 跟我們一起 9點9開始 就跟我們一起聊聊 是 但是呢? 我這裡開不了你的東西 等我來 我們來看看朋友們 有什麼朋友們進來 你先看看 我不會看的 你聰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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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先看看 等等 怎麼按 喂 我也不認識的 你真的嚇我 等我來 這裡 真的這裡? 貼紙 行了 好害怕 原來是這樣 明白 好 但是看不到別人說話 因為延期了 哦 OK 我們今天潘顧琳 因為她身體上有些不舒服 現在在家裡休息 想換了一個他 對 我們已經問候了她 如果你想問候她 也可以托我們問候她 沒錯 沒錯 聽聞你又打麻雀了 唉 我連續打了幾天麻雀了 打到我 腰痠背痛 頸又痛 手又痛 因為要重複做這些動作 還要輸呢 真的 沒有這麼急 其實我覺得最痛的都是你輸 不關事 不過我告訴你 長期打麻雀 其實都會容易有肌肉 勞損 對 我現在就是了 不知道是坐了幾天 座椅是因為高度可能有問題 會太高 變成要低頭 肩膀又會很痛 又緊張 你知道脫牌很緊張 你不用緊張 這些我就可以有人幫到你 真的嗎 我今天就介紹一位叫做 何貝詠 鑄拆隻衣 給你認識好嗎 好啊 好啊 那我請出來知道 Hello Albert 你好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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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ert 真的好了 你是不是幫到我呢 應該幫到你 你有什麼問題 我有很多問題 周身就骨痛 腰痠背痛 不知道是否坐椅子有問題 還是桌子高 還是太矮 經常重複著這個動作 令到我頸痛 肩膀痠軟 明白 贏輸我就幫不到你 都幫不到 可以補貼我 打麻醬 打麻醬 下次有機會做 多謝 打麻醬就能幫到你 其實我平時臨床上 很多個案都是因為打麻醬出事 真的嗎 最常見都是兩件事 一是頸的問題 一是手的問題 這些位置很累 沒錯 其實你想想我們打麻醬 如果不是用自動洗牌的那些 通常你都用手 對 其實我們的手 如果不斷做一些重複性的動作 或者是做了很久 又不休息 又緊張 肌肉就很容易翻臉 對 所以很多人打麻醬 都會有個現象 就是發覺兩隻手好像沒有力 會這樣 對 但又很喜歡打麻醬 他又可以肯定有力量去打 但其實就很好笑 熱愛這種運動 沒錯 其實不是說打麻醬這一下 就是做運動 其實應該都會有益才可以 對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 對 其實就是重複性的動作 而且是很緊張的 還有就是我們要看看 究竟的位置是否正確 對 有些人打麻醬很喜歡 縮起肩膀 你留意一下 縮起肩膀 為什麼縮起肩膀 對 因為打麻醬的時候很緊張 兩個肩膀就撕起了 其實肩膀經常用力很累 你想想如果你打幾個小時 你就長 不止的 不止的 他試過了 新年 從初一打到初八 有什麼辦法 很厲害 所以很累的 這些位置 但是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跟高度 還有將耳 會不會有什麼角度 或者加些什麼 會令人舒服 其實最重要 就是真的要給他休息一下 就是說 我想一個小時 你怎麼都要起床 做一些新的 不行 一個小時還沒打完一個肩膀 那你打快一點 或者找一些滑穿機 自動洗牌那些 但是用自動洗牌 但是時間很重要 是吧 但是自動洗牌那些機 沒有人的 沒有了這個動作 其實我們這個動作 是跟別人聊聊天 你剛才打那隻牌又不對 你這樣這樣 這個動作就是大家交流的 那打台灣牌 我不用答錯 我就是 對了 沒錯 沒錯 Alban很厲害 現在我們打台灣牌 就推出去就行了 是啊 難怪你不斷導我 就先先 是啊 這個是徒弟 這個徒弟 是 有很多心心 你們都是打台灣牌的 是嗎 對的 你們都是有這個問題出現的 我先看看誰進來 是 好了 有動搖之馬力 Hello 你好 還有Bonnie 這裡還有很多 有小強 有超愛 小雨 OK 還有林木森 很多個 是啊 OK 那之後呢 我們就除了說這裡 其實打機都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是啊 如果是這樣 是啊 你說手機嘛 手機那種 其實手機 你們平時用手機 你的姿勢是怎樣的 我啊 我通常都是躺在 不是啊 我通常是躺在這裡 拿著打機的 那你就睡醒了 然後就睡醒了 然後呢 我的動作就是這樣 哈哈 那你們手應該就很容易痛了 是啊 其實一般人呢 他們用手機呢 頭都會躺得很低 是啊 你們是不是經常聽到 一些人說低頭軸的 是啊 其實就是形容這件事 就是說我們躺低頭的時候 其實就很想調整頸的 嗯 因為呢 有一個研究做過 也挺特別的 他就是研究一下 我們頭躺低的角度 怎樣影響頸的受力 嗯 你知道我們頭多重嗎 你猜一下 不知道我真的 其實好像一個保齡球那樣的 10-12磅左右 一個成年人的頭的重量 嗯 其實當我們的頭 就是說我們姿勢很好的 其實頸用10-12磅左右 就能夠承受 嗯 但是呢 當我們的頭躺低呢 我舉例 我們躺低頭到60度左右 嗯 其實呢 我們的頸已經用60磅的力了 是啊 就是足足是多了5-6倍的力 那你想一下 頸這麼幼的結構 多5-6倍的力 那很容易會傷 那你又要計算了 你究竟一天用多少時間 去玩手機呢 維持著這個姿勢呢 那你就可以想像到 糟了 我很害怕 很傷腿頸 因為我不只是這樣的情況 我還是呢 就是盆膝 就是翹起一隻腳的盆膝 然後就把手機放在這裡 就這樣 哈哈哈哈 嘩 那你隨時搞到寒背 對 很害怕 如果是這樣的話怎麼辦 不要緊 可以 其實呢 我可以跟我去這個 上去深圳按摩 那裡又可以踩背 又有推油 又有泰式按摩 就是因為被人踩背 搞到臘骨斷了 不是啊 很嚴重 不是啊 特別是比較纖維一點 或者他呢 經常覺得自己很受得力 最害怕就是這樣 他覺得自己很受得力 那就不斷被人踩 被人吐 他覺得OK 他覺得沒問題 但是其實呢 我們的肌肉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就是呢 我們越去 當他在痛的時候呢 你越去吐他 越去搞他 其實他就越緊 嗯 因為你痛的嘛 就是等於 有一個人說 我快要打你一拳的 那給我呢 我就會縮實了 那其實是同一個道理的 你越去按摩他越痛 其實他就越傷 越緊 沒錯 然後就同一個對行的時候 就會 就是大家都以為是受得力 但是其實就已經是 沒錯 所以很多人呢 如果他按摩他 都會發覺自己周身痛 是啊 就是周身痛 是啊 因為其實力量太大了 但是為什麼他們經常說 痛是對的 痛兩天呢 你就很舒服的了 我又不覺得 我又不覺得舒服 我不受得力的 因為我們的角度就是 我們要處理這些痛症 我們一定要解決姿勢問題 比如剛才我們說用手機的 你一天不改 你那個用手機的壞姿勢 經常做低頭髒 你的頸就一定會斬緊 因為他用了很多倍力 所以我們呢 要舒緩這個問題 就一定要解決那個成因 很重要 但是 玩手機呢 其實都是一種 我覺得是一種減壓的東西 譬如我們做事日上 那麼多壓力 回到家的時候很舒服 玩一下手機 這樣減壓 那怎樣可以 我又減壓 玩手機之餘 又可以有正確姿勢呢 首先我們說了一個正確姿勢 其實我們用手機 最好就是把手機低高一點 就是盡量接近視線水平 就是這樣 沒錯 我們又不需要做到好像低得很高 你又很累的 我想就這樣視線水平 就是視線水平 就可以了 還有最重要呢 你低得多 你會發現那隻手可能很累 是啊 我保持住了 你可以試一下把手肘 輕輕貼在身上 貼在身上 有少許借力的作用 哦 但又好像不是很習慣 很習慣 那就延伸到第二個點 就是你用那個時間 我們要控制得很好 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問我 我建議三四個小時左右 就最好放下手機 放鬆一下做一些伸展 就會比較好 就不要拿著手機 一個多兩個小時 那隻手或頸 就很容易傷 我之前不是 就是 一個多兩個小時 就是骨牌自己在那裡 有時候不覺得 但這也是一個習慣 因為如果搞到頸 或者手出了事 就很麻煩 就是真的樂極心悲 不要打算輕鬆一下 就是減壓壓 誰知道搞到出問題就不好了 明白明白 我看看有沒有朋友問一問 好 好了 Bonnie說 拿著手機 靠著床邊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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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說一次 他說拿著手機 就 拿著手機 對 應該是靠著床邊 可以嗎 靠著床邊 其實 如果說手機來說 都是說頸的角度 對 就算你的背部靠著 也好 如果你的頭靠著 也不好 要水平視線 水平視線 會比較好 沒錯 破冤 你好 破冤 幫你打招呼 醫生 你好 你好 打了 打多了個字 哦 Bonnie說她打多了個字 醫生 我想問一下 如果用過什麼自拍神棍呢 現在可以 保持手機 這樣拿著 這樣玩 可以嗎 你這麼新奇 對 方法 你真是發明家 又要玩 又要不要傷 這個是很創作的方法 對 不過你這樣拿著手機 手應該會很累 用支架撐 對 你帶出了一個很好的重點 其實我建議 如果你可以的話 就找一下板 現在有很多手機 可以拿著它 對 就把它放在桌面上 對 這樣 都是一個平視線 對 沒錯 就當像一個電腦的螢幕 這樣用 就不要用我們的手 去拿著它 對 總之是用沒有機器 去遷就我們 就不要用我們的身體 去遷就沒有機器 現在我們就習慣了 用自己去遷就 不懂得去 怎樣可以用沒有機器 來遷就我們 這個是對的 對 我教你們一個伸展 家裡也可以做 可以放鬆到頸 好 大家可以一起做 好 大家看著 這樣做 很簡單 首先我們要拉 右邊肩膀 我們首先要坐 是不同的收服 少許 我們把手放進去 先坐在哪裏 坐著手 坐著手 就是手在這裏 右手 右手 然後我們就把 不如我們要拉這邊 把頭側到左邊 對 側到左邊 沒錯 然後你可以用你們這些手 摔在頭上 就是拉頸去左邊 就是這樣 對 更加把它拉下來 對 我這樣說 在拉緊筋 真的 但這隻手沒有意思 不是 你的手就是這樣 你才可以 把手的位置 更加容易拉到肩膀 哦 但我覺得是拉了 這條頸位 對 就是那個位置比較緊 哦 就是我以為自己拉錯 我覺得這條頸 對 只要你拉的時候 哪個位置覺得緊 就是那個位置 就是平時比較斑緊的位置 是的 還有一招 就是我們 剛才試了我們就這樣打側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把頭轉向左邊 轉向你們的左邊 左邊 然後就 去到最左嗎 就是盡量左 盡量左 然後就摔下頭 摔下頭 對 你又會感覺到 拉扯到另一個位置 對 會比較厚一點的這個位置 是這個位置 當然大家要留意 就是如果做這個動作 發覺是有痛 有不舒服的話 就要停了 嗯 就是因為這條頸可能有問題 嗯 還有拉筋呢 我們每一次就數十下 就是剛才的動作 就等十秒鐘 嗯 那就可以了 那我相信我這條頸也是有問題的 因為呢 我比較硬 嗯 哈哈 所以現在我們右手 坐著了 那一反轉的時候 就是 對 拉左邊就坐著左邊 哦 對 對 每次都要左右去做齊 才叫做一套 對 對 一定要平衡 沒錯 最好就是兩邊都做比較理想 這個也很簡單 這個 這個不難 是啊 那教育當然教你簡單的 是不是 你打電話機 難道做這個很複雜嗎 打電話機也做不到 就是走雞 然後跟著不吃 不能吃 真是爽 那我聽 嗯 我聽 有些人就說 她穿衣 都會弄損 不是吧 每天都穿的 穿衣 是啊 真的有 是啊 我也見過不少的 真的有嗎 是啊 特別是冬天的時候 因為很多人呢 你留意一下 比如一些女生 可能比較瘦一點點 她穿衣服如果太重 就等於好像背了一個很重的背落一樣 嗯 其實很容易痛的 嗯 我試過有一個個案 冬天的時候 她就經常都痛 嗯 做了很多事情都處理不了 那我就問她 你的衣服是怎樣的 原來她公司就要求她穿一件很重的衣服 為什麼要 就是很厚的 其實不是叫重很厚的 她是很瘦弱的 嗯 就搞到痛了 因為她之前以為是因為天氣冷所以痛 那她就摟了一些頸巾那些 誰知道更痛 因為更重 哦 其實原理就是這麼簡單 我試過在小時候 天冷很怕冷 我穿了七八件衣服上去 就是無法休息 是的 沒錯 很累 是啊 很多事情都會影響到的 是啊 我問問你們 你說說起無法休息 你知道有什麼壞的姿勢嗎 我想你們也聽過 都可能影響到你休息 壞姿勢嗎 是啊 經常都聽到的 你經常聽到媽媽叫小朋友 不要寒背 噢 寒背也會嗎 會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寒背 其實都是這樣彎低而已 怎麼會是不能休息 很簡單 我和大家做個測試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對 大家試一下 我們試一下做一個寒背動作 我只准你做一次 因為平時我就不准 對 那就要摟低個人 摟低 你試一下在這個姿勢裡 吸一口氣 你試一下 吸住這個姿勢 你吸不吸得到 吸得不順 吸得不順 是不是 很少 對 那個量 就是不要我們平時這樣吸 對 我們試一下挺直的人 然後你再吸一口氣 哇 心心舒暢 對 吸周圓 當然可以了 所以為什麼呢 寒背呢 其實是會影響到我們呼吸的 因為它呢 令我們的臘骨架 不可以擴張 那就是說我們 呼氣的量就會少了 嗯 我亦都見過一些 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 背書包 現在的書包很重 沒錯 整個幾桿 最主要的問題 重是一件事 是父母以為 他有一些專注力不足的問題 其實是因為他寒背 所以其實他呼氣 經常都呼得不好 會關專注力不足嗎 你不夠氧氣 那個人就好像很累 哦 那些個案通常都是檢查過 就是做過其他檢查 都沒有這個心理上的問題 嗯 就發覺原來是 跟姿勢有些關係 嗯 所以這件事剛才提起 都挺有趣的 大家都要用意一下 你們知道嗎 原來是這樣的情況 對 那我又看看 我看到很多心心的 對 先看看 先看看 那些朋友仔會不會本身 Hello 男美好 有些痛症 然後還有 還有 孤單又燦爛的神 進來了 Hello 你好 有孤單又燦爛的神 對 有Little City 然後 阿破雲說 醫生說得很好 嗯 當然 當然 這是註冊 這是註冊 OK 對 對 那好像剛才說 原來穿衣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真的 那會不會 那會不會 那會不會穿衣 譬如有些衣是過頭痠的那些 嗯 不是要這樣脫的 會不會這個動作都會 會不會痠的 我試過一次 抽筋 這個位很痛 會不會的 就是因為扯的 其實會的 講一講 也跟寒背有關 因為很多人寒背 是這樣的 就是說 我們做一個寒背動作 通常做寒背的人 就會有一個叫圓肩的問題 是 就是這個位置 你見過肩膀有點屈曲到前面 是 那你變成 背肩後面的肌肉就會很緊 是 就是會拉長了 是 而胸口前面的肌肉 又會很緊 是 所以我們做一些 即是把你的手舉過頭 譬如你剛才說 對 它就會很容易 拉長 是 即是長期是這樣 變成它一這樣的時候 就不可以了 沒錯 因為你反過來的動作 即是你習慣了寒背 我叫你挺直是很困難的 是 你會覺得很累 或者你做不到動作 那 我們平時會不會 就是看到 其實我們現在這樣 會不會看到 我們是不是有點寒背 嗯 其實 你們是OK的 可能因為我在 是啊 傻了 我一向都是習慣了挺胸 挺胸地走的 所以這個問題是不準的 是的 所以人們在我面前 通常都 姿勢挺好的 是嗎 都挺直一點 而且我經常說 女生不是很流行這樣 坐在那裡繞腳 是 繞腳也是不好的 是不是 繞腳當然不好 為什麼是不好呢 因為最… 很優勢的 對 很注意的動作 但是繞腳呢 因為你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留意一下 他會把一邊的盆骨 拉高了 嗯 然後我們人要遷就他 他人的腰會側到一邊 所以其實很容易 會令盆骨移位 肌肉也可能會融損 不要緊 我… 繞到另一邊 是嗎? 繞到另一邊就可以了 就是平衡 我繞腳不僅如此 我還要把這隻腳 收起來 我好喜歡 繞兩次 繞兩次 是不是會再傷一點呢 如果是這樣 我經常… 我的建議都是這樣的 因為我知道 有時候女士 例如說我工作 很難不做這個動作 我的建議都是 最好的時間 就是平時如果在家裡 你就不要做 盡量 對 你可以遷就 就不要長時間做這個動作 家裡更差 就是那些什麼盆室 盆室 更差 盆室又不會很差的 對 對 但最重要的是 你兩邊要平衡一點 如果… 如果有得選擇 最好就是不要繞腳 對 如果沒有得選擇 你就兩邊 好像你這樣說 平衡一點 對 就好過你繞一邊 哦 我明白 但其實我在家裡 就是坐沙發 那就是… 唉 這樣坐是最舒服的 對 我買一些軟軟軟的沙發 坐 應該也不會有問題 是嗎? 應該是 最軟軟軟的沙發 它也是幫我坐在這裡 坐在那裡 那其實也是很棒的 對 其實選擇沙發 也很有學問的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在外面 我們去做一些沙發 通常 人們看到一些很軟的那些 例如坐在那裡 好像鍋了下去那些 那些很棒 對 因為你試過那一下很棒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我有很多有痛症的人 他們絕對不敢坐沙發 特別是那些軟的沙發 他們一定不敢坐 因為這個人體工學來講 對脊骨很差 因為鍋了下去的東西 是沒有承托的 大家沒有 你有走過沙灘 是不是? 你會發現 那些腳很累 是不是? 很多年會走過沙灘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真的 坐下去我試過 我經常踩沙 真的嗎? 連鐵沙腳 踩沙 你會發現那些腳很累 因為我們沒有平衡 因為它不能走在地上 那一樣的就是 如果我們坐下去的沙發很軟 椅子很軟 腰部的承托 它就長期要用力 即是沙發和床褥都是一樣 不能夠太軟的 是的 沒有錯 譬如有些床褥就是標榜 你整個人 你的身形這樣 窩了下去 那些都是不好的 沒錯 而且最好就是把沙發 不要矮過膝頭過 是 是不舒服的 即是如果那張椅子 比你矮過膝頭過 就好像你坐的小椅子 是不舒服 起不翻身 坐下去 是的 那個姿態是很差的 很容易腰痛的 坐得來 有一次 以前聽別人說爺依 爺依的床褥 有沒有聽過爺依床褥 爺依掃把那一隻 我小時候睡這些 但是是很硬很硬的 但是我睡了一天兩天 背部全部痛 整個背部都痛 因為太硬了 太硬了 立即丟了 是不是真的太硬了 但是為什麼 人們常說睡床板是好呢 那不行 我現在睡的那些都不行 通常床褥的時候 我建議選一些偏硬的 對 偏硬 就OK了 就不要說睡好像木板 是的 因為我們做人都要拿平衡 不能說睡得太極端 也不行 太遠一定不行 太硬 因為我們脊骨始終有一個活動 突出來的位置 如果直接壓下去 好像木板那樣硬的 就會很痛 就好像壓雨了那種痛 所以要留意偏硬 就OK 其實床褥都不能太軟 不行的 現在這些床褥很棒 現在是彈弓 再加上墊 那些 還有一層在上面 其實很舒服 OK 其實最重要是看回 你睡了下去 有沒有一些不舒服的 有些人 如果床褥不對 通常一睡醒 就很痛 周身痛 很累 好像被人打起一身 他會形容 真的有人敢這樣形容 因為睡覺十步應該是很放鬆 很舒服的 如果你睡醒 很痛很不舒服 就是這樣 比不睡 那你就多數是你的睡肢 枕頭 或者床褥出了問題 其中一樣 通常都 那我想問一下 枕頭有沒有大影響呢 因為有些 以前的人 有睡一些硬枕頭 那些很硬的那些 那現在的人 又說一些記憶枕 又要承住這裏 然後 有些人就不用枕頭睡的 是 那應該是怎樣好一點呢 首先呢 我們要選一個枕頭 也是一個學問來的 首先呢 我們要問一下自己 究竟我們睡覺的睡肢是什麼 就是不要先選一個產品 我們先知道自己的睡肢 那通常不外乎三個 要不就是養睡 要不就是質睡 要不就是攀肚 要不就是攀肚 攀肚的話 我就完全不建議 最好就是戒掉它 這個壞痴 就是壞的習慣 因為很傷條頸 那就是養睡和質睡 那其實養睡來說 枕頭又不能太高 一定要有個互動 譬如波浪型那些是OK的 因為它能承諾到頸 但是側睡呢 就反過來 高度一定要跟肩頭那麼闊 那我們才可以水平 你想像一下 當我現在側睡 我擲住這邊 如果枕頭很薄的 我頭就側了一邊 然後這個肩頭就會扭出來 那你整晚就扭住頸睡 就很不舒服 那我下次應該要戴枕頭 給你看看我看 當然可以 不用枕頭的呢 會不會有人不用枕頭睡 也有的 是的 有些頸痛的人 他不用枕頭 是會舒服一點的 因為可能 角壓力沒有那麼差 但是也看回那個個案 真的 好看那個個案 通常我都會建議 用回 好像因應他的垂肢 剛才所說的 選一個合適的枕頭 也有一個枕頭會好一點 是的 因為最害怕就是 你不用枕頭 但是你執睡 你的頭就會扭得很厲害 除非那個人說我不會的 我控制到我一定是100%養睡的 那可能不可以 沒有可能 是的 睡著了 睡著了 其實就很難控制 就不太理想 我覺得 為什麼用枕頭好一點 是的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 都沒有用枕頭睡 因為我覺得用枕頭 好像很不舒服 那我就拿開它 又睡到 其實你累而已 哈哈哈 那我想問 有些人 例如我真的這樣坐 坐得很正 其實真的有時都很不其然 會滑下去 那真的都沒什麼搞的 明白 是不是這樣 其實坐得直是對的 但是你坐的時候 可以貼上椅子 坐著 即是借一點點力 我發覺我坐這樣坐 我的肚腩疊了出來 沒有沒有沒有 沒事沒事沒事 我這個是真肚腩 還是假肚腩 哈哈哈 大家知道肚腩也有分真假嗎 不是吧 真的 有有有沒有沒有 怎麼真假呢 我現在這個是真還是假呢 我坐直了一個身 但是我的肚腩 這樣突出來 那我這個是真 可能大家也有一個疑問 就是真和假是怎麼分別的 對 真的假的真的不知道 真的肚腩 真的因為脂肪 脂肪 直對積而引起的肚腩 是真的 假肚腩 就是因為一些姿勢不好 而引起的 譬如說盆骨前傾 或者腰的弧度過多 都會有這個情況 是的 那其實 我肯定我真的都會 因為我的腰這個位置 這裡是凹凹的很重要的 是 是不是真的 凹凹凹 不如這樣 我們可以做一個測試 因為可能 大家都會想知道 怎麼去分辨這個真假 是的 那我們大家可以站起來 好 我們站起來 很簡單的 首先我們 就是用一個自然的姿勢去站 有些人可能發覺 都好像有個肚腩在這裡 這樣 那我們就試一下站直一點 就是少少收幅的 還有那個人挺直的 是的 你會發覺 用這個方法站起來會高了 很多人都是 是 特別你平時姿勢不好 你會發覺它會高了 收幅的 因為脊骨可以挺直一點 那如果你發覺 我站直了 肚腩沒有了 這個就是假肚腩 就是因為你的姿勢不好 是的 很多人站起來 肚腩喜歡這樣壓出來 你看起來就好像有個假肚腩 但是它一縮起來 站起來就沒有了 這個就是假肚腩 糟糕 有個真肚腩 是的 如果你縮起來 都還在這裡 這個就是真的肚腩 我是這樣看的 就是挺胸收幅之後 還有沒有在這裡 有在就真 沒有在就假 沒錯 如果沒有在的話 怎麼可以練習它 然後縮起來呢 是的 假肚腩 假肚腩 是的 首先我們要練 就是要練個臀部的肌肉 這是第一件事 這是怎麼練的 這樣收縮起來 是的 你可以試一下 我們躺在這裡 養睡 然後就 類似像做拱橋 就是動高的膝蓋 然後抬高的腰 抬高一點就可以了 我們應該感覺到臀部有用力 那這個動作就可以 幫我們練到臀部的肌肉 另外就是 再要練腹肌 也很重要 這樣也會練到腹肌 練腹肌 要做另一個動作 要做另一個動作 對 例如做sit up這類的動作 噢 或者躺在這裡提高腳 我們要練腹部 和臀部的肌肉 就可以改善這個 盆骨前傾的運動 明白 如果做sit up 那連真肚腩都可以減肩 當然也可以 當然 我可以做 如果真的要練 其實最好做一些 全身大洋的運動 比較好 大洋的運動 是的 哦 明白 例如呢 游泳、跑步 那些都比較好 但是我們跑步是不行的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坐下 請坐 請坐 隨便坐 你懶惰了 不是 我想說 我們現在呢 譬如跑步 會影響膝蓋的 很怕會令到這些位置有勞損 會不會呢 因為別人都說 不建議跑 就不如你快步走 其實是的 首先我們跑步 要看看本身有沒有痛 是 如果本身已經痛 你最好就盡量要避免去跑步 如果你想做運動 其實游泳是最好的 游泳 真的很煩 真的 不止 還有就是游泳也要分什麼顏色 如果膝蓋痛的話 不要游滑式 那我只會游滑式 那我只會游滑式 我不會游滑式 不要緊 你拿一塊頭板 啊 因為我們游滑式的時候 你留意一下 我們的腳是要扭動的動作 有很多膝蓋痛的人 他一扭的關節就會痛 哦 所以這件事要小心 這個真的完全不知道 哦 看看朋友們有沒有問一下這個問題 是的 看看有什麼問題 先問一下 Hello Lawrence爸爸爸爸 你好 Pan Pan Hello 還有Pan Pan 進來了 有些他們 林木 那個 強 滾 天使 天使 很難讀 對 看一看 還有魚魚 Hello 對 有些什麼問題想問 都可以問一下 對 可以問一下 趁Albert在這裡 沒錯 Albert幫你忙 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動作 改善一下我們的痛症 有很多心心 對 其實我們太複雜的 真的做不到 你簡單的動作 又可以改善到 就是最好 對 因為通常我們講教的運動 都不可以教太複雜的 對 複雜的真的做不到 因為很多時候可能做完事 就是香港人也是 做完事比較累 其實如果那些事情太複雜 他又未必想做 所以通常我們就盡量教一些 就是雞精 就是雞精一些的運動 對 就是簡單有效 又不用做太多 又可以幫到他就可以了 就不用太複雜 就是當然了 如果你有心機有時間做多些 當然是好的 但是如果一般 就是比較忙一些的 做一些簡單的都可以幫到 就是剛才教你們那個 就是放鬆條頸的動作 其實如果你定時去做 是有幫助的 明白 OK 那你有沒有經常打麻雀 那就約你一起去做健身 不是 應該打麻雀的時候 就跟另外三隻腳說 一起做 就要做健身 打一個小時就停一停 一起做做運動 然後再打一個 那就行了 真的健康 對 對 是可以做這些 可以做 可以做 但是也要小心 因為其實很多人做健身 都弄傷了脊椎 或者弄傷了肌肉 不是吧 做健身都會 就是去做運動的 是啊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去舉阿玲 然後現在舉到 好像是說 那條頸是這樣 經常都掉下來 就是 他的頸椎 就是反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反了 這件事情出現了嗎 會反了什麼 要看看 是不是指那個頸椎的弧度 因為我們正常 我們的頸有一個生理弧度 就是 就是頸這裡是凹下去的 哦 其實就應該是這樣去的 是不是 是啊 如果你在左邊看下去 應該好像英文字 C字 C字 就是頸椎 如果你說反了 有些人呢 他的頸的弧度是倒轉了 向前面的 比如一些人 經常做低頭軸 用電腦 我經常都前傾 有些人 甚至乎可能坐車 經常中眼睡 是啊 我經常都會 坐車就睡覺 是啊 甚至乎有些嚴重些 譬如試過交通意外 都有機會令頸的弧度 反弧 就是反弧 反弧 那些叫做反弧 其實這些個案 是很容易 有些頭痛的情況 除了頸痛之外 很多人會頭痛 有些人可能會有眼夢 耳鳴 頭暈 那些症狀 影響到這麼多事情 這麼多事情 那怎麼辦 特別是反弧的問題 那怎麼辦 如果反弧了 那怎麼辦 當然我們第一件事 要做一些定性的檢查 撲映了一些事 我們不能夠說 我有剛才說的症狀 就說頸是倒轉了 那又不可以這麼無斷 我們也要做一些 詳細客觀的檢查 特別要照 照X光 立場檢查 就是要檢查很多事情 我們檢查清楚 如果頸的弧度真的倒轉了 我們可能就要做一些治療 去處理回那個弧度 也有得醫的 是的 但要看那個個案 當然 要看情況 要不嚴重 看看可以康復到什麼情況 其實它很嚴重 因為它的頸是永遠都要這樣倒在邊 現在是要靠頸固 去移回正它 有時候除了頸固 一會而已 但已經很累 對 對 對 所以這些要檢查清楚 比較穩定一點 哦 那可以叫他來跟Albert研究一下 對 其實你今天也代不少東西 我真的知道很多東西代代平安 代了很多東西 你們是不是對這個脊椎 例如脊頸、腰 那些 是不是都已經加深了解了一些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現在可以提出的 其實我跟歐海玲 在Albert身上都學不少東西 沒錯 拿不少東西 我還有 你還有 當然啦 我獨家有的 這個 這個樣子就是你 躺在那裡打遊戲 你看看你 哈哈 這本就是叫做壞姿勢 這本書 其實裡面也有說很多 我們平時不小心 做了很多壞的姿勢 令到我們的頸、腰、肌肉、手肘 這些會有勞損 或者是弄傷 是啊 医話你知道 30個最容易被忽略的痛症元兇 30個元兇 就是不小心地有30個元兇 還有 從早上睡醒 睜大眼開始 到上班下班 休息回家 再到上床睡覺 任何一個壞姿勢 都會令到你有痛症前身 哇 所以就要認識 就說 喂 借點椅子拿我 我打算搭配那套衣服 顏色多漂亮 搭配那套衣服 其實呢 今天的你我他 這個節目 就差不多了 時間 還有呢 對了 Ebert 你會不會陪我們一起去健身呢 是啊 可以 教一下我們 怎樣才會去健身呢 現在很多朋友 都會注重了身體 都會去做運動 進去健身房做運動 有時候有些壞的姿勢 都會 有時候不知道的 是不知道的 而弄傷了自己 可以 也可以教大家一些 可以在家裡做到一些 處理一些痛症的運動 或者在健身房裡面 怎樣玩 是啊 因為有時候跟別人 人去你又去 跟別人做 別人做你自己不知道 傻瓜 你亂弄 弄壞了自己 真的 所以還有Albert在這裡 是啊 那麼我們呢 記住了 留意著我們 你我他 是 那 Albert就會教我們 去健身房 怎樣去做一些 正確的姿勢 去保持健身 好嗎 保持健身 還有令到自己身心舒長 我看到Lawrence 好像有說話 是嗎 Lawrence在說什麼 我看一下 這麼厲害 原來他們在這裡自己聊天 哈哈 我剛才明白了 對啊 下次Albert帶我們去做健身 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就跟大家一起做運動 你好 你好 還有Ford Rock Allen 你好 你好 是Lawrence跟我們說 你我他 你好 OK 你好 那這裡有 Carrie 你好 那這裡有Andy 入了 那這裡有Anson 有Hong Air 那記住了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那就可以 便便便 可以在留言我們或在留言 我們會問Albert 然後我們就可以為你們解答 大家研究一下 最好註冊一隻衣 他給我們的意見是正統很多 不要自己盲中中去做 以為這個桶就去捏一下 其實是不行的 可以啦 借來看看 不要跟我搶這本東西 記住 這個應該是所有的書局都可以賣 你們可以找一下 去看看會不會有些平時你們的姿勢 你好像冠林那樣 走去前面給人看這本書 記住在這本書 你們就可以去買一本來看看 就知道自己有什麼姿勢可以改善 OK 好 今天就是這樣 多謝 拜拜 多謝阿伯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來 拜拜